爸 我说了我不想联姻 这恋爱都没谈呢 结什么婚呢 你要再说这个问题的话 我就一直不回家 等等 这是公司的东西吧 你不能拿走 你新来的吗 新来的又怎么了 可是我经常带公司的东西回家呀 看你西装革履的 居然是个惯犯 真占便宜没够啊 真是的 手小不干不净 我告诉你 你现在可是触碰了奇异线 可是他们都看到了 他们不管 你为什么要管 他们是他们 我看到了我就得管 赶快把东西还回去 不然就等着老板找你吧 那不好意思了 我现在还回去 哎 你也别醒我事儿管多了 公司分明嘛 下次别这样了 我让你送去保养的车怎么样了 天总 最近天有点热 保养的车有点多 可能还得再等几天 行 天哈 我今天要给你个惊喜 不好意思 女士 您不能上去 乖乖 好狗不倒道 知道吗 女士 既然进了公司 就要遵守公司的规定 这公司是明令禁止宠物入内的 他是我儿子 才不是什么宠物 给我闪开 哎 这的确不行 而且您没有登记吧 也没有预约 我来见我男朋友 我需要什么预约 知道我男朋友是谁吗 不管您的男朋友是谁 请您配合 也请理解 你 你 你一个前台 居然敢打我们家乖乖 赶紧道歉 不然今天你吃不了兜着走 什么人啊 在做这事还不道歉 女士 你又这是做什么呀 你欺负我们家乖乖了 必须道歉 我这是按公司的规定办事 我没有错 我不需要道歉 我说你错了就是错 你们经理呢 经理呢 你一个小前台 给我们家乖乖 倒狗粮都不配 让你道歉都算便宜 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经理 你是 我来给我男朋友天翰 送车钥匙的 上林集团的总裁 天总 没错 就是他 他居然是天翰的女朋友 我都还没有见过天总 这要是讨好了天总的女朋友了 那以后升职加薪就不成了 经理 这位女士她没有登记 也没有预约 陆瑶是吧 你不仅拦我 还打烧我们家乖乖 你必须给我道歉 不然今天 我跟你们没完 行了陆瑶 赶紧道歉 经理 我按公司的规定办事 而且我也没有打他的狗 是他自己拿狗碰我的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狡辩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给我男朋友打电话 他要是今天不给我道歉 你们两个全部给我滚蛋 陆瑶 赶紧给我道歉 我没做错 也不道歉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等会儿被天总知道你就完了 他今天不仅要给我道歉 还要给我的狗道歉 我不道歉 让人给狗道歉 我还是第一次见你 谢谢 你谁呀 这是跟你有关系吗 那你跟他又是什么关系 又是你跟哪个男人生下来 你 儿子乖 不听不听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 嘴脏的是你 办公区禁止携带 那么多人都能遵循 就你特殊 他是我儿子 好好的人不做 我非要跟狗当亲戚 你说你叫他一声 他会答应你吗 好 我现在给我的男朋友打电话 你们给我等着 叫啊 喂 亲爱的 我在你们公司楼下被欺负了 你赶快来 天翰 你终于来了 你是 那我是谁 天总 你听我解释 你跟他废什么话呀 让他们两个赶紧滚蛋 待会儿一起开车 骑车伤跑 住嘴 天总 你听我说 我不认识他 他就是天总 你 你刚刚跟我认识的时候 说你是天总的 这车钥匙 也是你送给我的呀 你乱说什么呀 这车是天总的 我让你给我保养的车 你就是这么给我保养的 天总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相信我 马上去人事部办离职吧 对 别去晚了 耽误我人家下班 把这女人跟狗给我带走 别脏了我的大厅 是 走 你个面子 你放开我 走啊 原来你就是天总啊 谢谢你啊 没关系 谁叫你是我的 会灰心 磨磨蹭蹭蹭的 怎么这么有她了 是她吗 是的路总 她就是您失散多年的亲妹妹 今天我生日 去买了个蛋糕 所以才来晚了 妈 我们走吧 去 走 跟我去看看 是 孩子 你选的这家餐厅 环境还不错呀 这可是星级酒店 当然好了 星级 不就是过个生日吗 干嘛来这么贵的餐厅 就是 这不浪费钱吗 哎呀妈 怎么可能是为了她呀 带你们来这吃饭呀 是因为有别的喜事 你儿子找到工作了 鹿林集团 就是那个 最大的科技集团 鹿林集团 当然了 你还不信我 我儿子这么优秀 这个鹿林集团 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 这么多年了 也没个孩子 在家有所好险 妈 家里大坝小小的事情 都是我在做 我怎么就有 我妈就说你两句 怎么还顶上嘴了 没大没小 你好菜单 嗯 妈 来一个水煮牛肉 再来一个口水鸡 再来一份 豆椒鱼头吧 哎呀 再给我来个毛血旺呗 行 咯 就这些 启元 我最近肠胃不太舒服 能不能点点清淡的 就你事多 钱不是你挣的 这大气不心疼是吧 这样就吃得了 他们平时就这么欺负玲玲的吗 是的 灵灵小姐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无依无靠 所以总是受婆家人欺负 没有人能欺负我妹妹 你去找一趟服务员的衣服 我有 是 不错 哎呀 都吃了这么久了 怎么连个倒水的都没有啊 妈 我来吧 不愧是嫂子哈 这伺候起人来 就是比服务员更专业呢 哎呦 哎 再不烫 你说想烫死我呀 倒过水都不会 这什么废物 还愣着干嘛呀 赶紧给我妈道歉 妈 对不起 好了妈 别生气了啊 嫂子 你快去洗手间收拾一下吧 好 哎 小心点 我来吧 谢谢 谢谢 好了妈 别生气了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好消息 我有个闺蜜啊 刚离婚 人长得漂亮不说 还有钱 我上次啊 把我哥的照片给她看了 她吵着闹着 非要我介绍给你俩认识呢 哎 我对离婚的女人可没有兴趣啊 你别急着拒绝啊 她虽然离了婚 但是啊 她可是陆陵集团的高管 陆陵集团的高管 那你快推定我呀 哎呀 你们两个小声点 别让外面的人听到了 哎呀妈 我会怕她 她一没工作 二没朋友 甚至连家人都没有 要不是看她还能做家务 我早把她给甩了 就是啊 她根本就配不上我哥 我都听到了 我又不上我哥的家人都没有 我都听到她的家人都没有 我都听到她的家人都没有 我都听到她的家人都没有